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实看起来是很丰富的这样的一个经历 但是实际上感觉都还是一直在一种压力和一种有点像一个挣扎的环境里面 老师每一次从年轻的时候 从昆明后来到四川到后来到开始在北京 然后开始在世界各地到处游走这样的一个过程 其实都还是有不同的时期 有不同的压力 有不同的问题在呈现出来 但是这两年我觉得是一个有意思的过程 就是这两年我是从2008年开始就是接触到就是 我就觉得我要非要到北京来 再来见证北京的这样的就是奥运那个期间的 我觉得当时是一个真正的一个中国的一个爆发的这样的一个时候 我就觉得当时应该在北京待在我们看这样的一个过程和这样的东西 但是过了那段时期以后 我是差不多在2010年 差不多我在想 我要想要慢慢的离开北京 离开北京不是不在北京生活或者不在北京创作 而是要找跟北京这样的地方有一个距离感 所以这几年我的一个变化 就是开始慢慢地一点一点地 在找这样的一种关系 然后我也把自己的另外一个工作的重心 或者另外的一个点放到我自己的故乡大理去 所以有点像一个归乡的这样的一个生活 回乡的这样的一个生活 在这种一个慢慢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里面 我觉得其实比较有意思 等于你获得一个另外的一个来观察 原来觉得很熟悉的这样的 比如说在北京从事的这些关于当代艺术的所有的研究 还有创作等等这些东西 你换一个另外的一个视觉 再来看这个东西的话 它其实比较有意思 而且也有一些新的东西 在我看来就在北京对我来说 北京这个地方它已经不是一个现场 不是一个事情发生的现场 而变成一种时间性和一个文化的一个参照性 也包括这种参照性就有点像以前 我们把纽约当作一个参照性 把伦敦当作一个参照性 但是这几年我把自己的一个重心 放到大理去工作的时候 我觉得反而获得一个比较放松和有意思的东西 因为大理它对我来说或者对很多人来说 它其实就是一个乡村 但这个乡村可能跟我有点关心的 它有点就是我自己的一个故乡 在这个过程里面我觉得比较有意思 所以我在下个月会做一个展览叫《折石》 这一个展览《折石》 其实就是一个泥巴的颜色 或者是就是一个中国画 或者是西洋的绘画 都是一个最中性的 它和所有的颜色都能协调的这种东西 其实也是一种像 像一个又有一点观念性 又有一点象征性的这样的一个题目 其实这个《折石》就意味着一种回到家乡的这样的一条路 在这样的一个过程里面 我同时可能在给四川美院 我仍然还在四川美院上课 但是我自己的想法是 我已经教了将近三十年的书 我不想再继续再走那样的原来的一个路子 所以我跟学校提出来 我说我能不能做一个新的课程 也给学校贡献一个新的课程 那么这个课程就是 我就把它叫做乡村田野调查 就是一种艺术 但是是用艺术家的这种方式 不是像以前的那种去田间和农民 同吃同住同劳动 去画写生的那样的一个课程 而是更开放一点的 这样的一些田野的这种考察 还有包括 这个课程主要是为了 我觉得我和学生是一种同步的 就是重新开启一个视野 和重新开启一个窗口 能够重新去看看农村 农村在我们今天的这样的一个社会背景下面 它其实是一个正在消失的 这样一个景观 但是农村又相对来说 相比起来我们生活的像北京 上海 重庆 我们原来熟悉的这种城市 它刚好还是一个文化的礼仪 文化 传统 都还残存的 这样的一个地方 反而在我们生活的城市里面 看起来很丰富 多彩的 它其实是一个已经 没有什么文化 它是一个相对 看起来很丰富 但是相对比较单一的 这样的一个体制下面运作的东西 但是在农村 它反而有些礼仪 反而留存在这些租业里面 在这种里面 然后我能够和学生一起 能够再做这样的一些观察的话 我觉得反而还有意思 所以在这种阶段的话 就是像您说的这种 每个时候 人生每个时候 有每个时候的一个态度 或者一个观察 这个时候我就觉得 好像就到了一个秋天的这样一个年纪 但这种年纪和季节也差不多 刚好是一个你可以来面对的这种东西 但是这种秋天的年纪 比较起来跟季节不同的是 这些时间它其实经过我们自己的身体以后 它实际上有一些自己的体会和自己的感受 那么这种时候 其实到这样的一个年纪 我觉得其实想法和想做的事情 其实已经不太多 就是比较直接可以 也不怕内心变空空荡荡的这样的东西 所以它该来的就来 该去的就去 你是在农村长大的吗 我不是在农村长大的 所以我是一直其实很少这一刻 所以我的角度就完全和这些学生 我觉得有一种同步的东西 就是乡村对我们来说一直是一个事业 而且我以前走过的路 也和中国现代化的路 我觉得是一样的 就是我们一直走在这种现代化的路上 就是都是要离开土地 离开农村 走向现代化的这样的一条路 但今天能够回过头去 看这些东西的时候 它其实完全是一种另外的一种 很新鲜的这样一种视觉和经验 比如说我带学生去看 比如说看建筑 看这些建筑的时候 比如说它除了那些 那些就是原来建筑上的时间的积累上面 各种各样的建筑的样式和这些东西 那些不说 但是其实很简单的 就是一个建筑的 它的居住的方式都很有意思 我带学生去 我说那些学生一开始也很茫然 我说我们先去看这些 每一个老房子和一个新房子的区别 所有的老房子 不管它怎么变 它的人有的人富一点 有的人穷一点 有的人有各种各样的不同的职业 但是很可能是你一去看的话 每一家都会有一个堂屋 这个堂屋都会有祖宗的像 有祖宗的牌位 有过去老人的照片 有几代人的这些照片 但是一盖了新房子 这些东西就全部没有了 全部就变成最重要的位置 就是电视机 最重要的位置是电冰箱 这就是这种建筑上的 有意思的这种变化 它就像这个房子 就没有魂一样的这样的东西 然后如果到乡间去 你去看道路 道路也是很简单 道路也是 所有的乡间的路 它可能都会 不是那么太舒服的路 这个路可能见到一棵树 它要绕一下 见到一个水塘 它也绕一下 它是一山就水的 它是弯弯曲曲的 但是新修的这种乡村的公路 它就是直达目的地的 走起来很舒服 但是它已经没有意思 但是这个就是这种 使今天的这种现代化 给农村它变来的 有意思的变化 还有另外的 还有更深刻的一些东西 就是新的移民的到来 带来的这些东西 包括这种新的这些人 新的资本 怎么样能够在这种里面 一开始就觉得 带来的是一种主体和课题的 这样的冲突 但是实际上你在看 它到后来结合得比较好的时候 它其实是 就是怎么样来一点点的 挖一点中心 和挖一点主流的这种文化的 和主流这种城市的一条墙角 能够繁补到农村 能够让农村 在今天的这个地方 不光是一种 就是我们觉得是一个地理事业 它还有一些 还有一些能够争执的东西 能够变成今天的新的移民 可以生活的地方 也是一个生活场所 在这种里面 就是像我们这样的人 回到农村 能不能变成一个能够繁补 繁补农村的这样的东西 这包括一些艺术家的东西 所以今年我也在 慢慢地试着 做一点小小的基金 来做这样的事情 其实就是发动一些 跟设计有关的 跟建筑有关的这些人 在这种乡村的建设 这些里面 能够融进这些东西里面 因为现在我们遇到的东西 其实实际上 所有的土地问题 农村乡村问题 最后涉及到的 还是政治问题 还是权力的问题 最后今天的主要的 农村遇到的危险 就是农村的消失 农村会一点一点的被消失 下一轮的就是 农村的城市化 和农村的农民没有土地 然后所有的农民都变 在现在这个制度上 变成一个农转飞的这样的一个 农转飞其实就是要从农民的手 手里把土地拿回来 但是这里面的问题就是 农民的土地太廉价 农村太廉价 如果是农村本身 如果自身能够在这样的一个 在我们做的这些事情里面 它能够争执 它能够私有化的程度越来越高 它里面具体的财富越高 这个过程可能会慢一点 但这个是太大的事情 太涉及到太多的事情 我们就只能就是 一小点一小点地做 另外一点的对我来说 其实也是一个对 回去看自己的家乡的一个过程 像我以前我从来 我是在最近两年 才把我自己的家庭的家谱这些东西 在这个过程里面一点点的搞清楚 才一点点的找出那个 我才知道我的曾外公 曾外祖父和以前的云南的这些 曾你的祖先是什么样的 现在最上述的最早的就是我曾外祖父 他是在贺庆的一个文人 然后是当地的一方 算是比较有影响的人 我今年才找到他的相战 他的相战是当时的严家谷写的 严家谷是当时清代的状元 就是云南唯一出的一个状元 严家谷给他写的最相战 还有就是他的两边的扁连是 是那个赵潘写的 赵潘就是写古板里边词 奔来言底的那个书传的那个 然后赵潘还有一个很有名的连 是写成都武侯词的 就是自武多宾非号战 他们就是属于 就是看这个呢 就是能够 因为其他东西都没有了 家也没有了 什么也没有了 只能留下这些文字上的这些东西 还有图像上的东西 给他画的像吧 这些东西 还有包括前男人的东西 所以这些东西你能够考 可能就是以前还是完全是一个文人 或者是有跟文人交往 很甚密的这样的一些东西 然后几代下来 然后再下一代的话 我们家就是被镇压掉的大地主 然后另外一个家庭就是也是很很穷困的 我妈妈是他们是后来是参加共产党的 地下党的 他就这样几辈人下来 一个家庭的所有的传统啊历史啊 全部就都没有了 现在就非常困难地去一点一点地去找这种东西 但是我就觉得这几年这样的一个过程 反而是一个真正有意思的一个过程 真正的我觉得比前几年的那样的一个过程 是完全不一样的东西 你为什么会对家乡 相比其他的艺术家来讲啊 你对家乡好像有一种比较特殊的联系啊 甚至我这说情节啊 因为有的艺术家出来了就出来了 甚至越走越远越走越远 我也是这样啊 我在那么多年以前也是一直就是这种越走越远 而且就是每一次 但是我就觉得不管走得有多远 其实你都还是为了去寻找自己 看自己的那里 不管去走多远的路 还不是为了去看原来的家乡 去原来的这种东西 但是以前不是为了真正意义上的那个回到家乡的东西 所以这一次是实际上是我的 这一次展览或者这一次这种东西呢 其实也是一种偶然 我是很多年前 很多年以前我就在大理开始做这样的一些艺术的工作室啊 艺术工作坊啊 还有包括一些各种各样的一些事情 也把那个地方当做一个季节性的一个工作的地方 你因为一直在云南 就是说实际上你一直没有断 你一直在云南啊 在云南就做 我的生活就有点像个猴鸟一样的 有时候就季节性的回去 季节性的回来 来做这些事情 但是这些东西呢 都还是 所有的感觉都还是 是一直是一个比较开放性的这样的东西 我是后来是在 也是2008年的时候 2008年的时候我去到伦敦 在伦敦得了一场很大的碧 差点死了 就是这个跟我原来在东南亚可能有关系 在东南亚和非洲到处跑有关系 可能我忘了打一个那种预防针 然后就得了伤寒 伤寒在欧洲已经完全绝技了 就没有这个病 我结果是带着伤寒的病菌去了伦敦 结果就在伦敦发作 发作了以后呢 我就整个就不知道怎么提及我这个病 然后就十几天一直在发高烧 我就差点死掉了 就是每一天都发 很高的高烧 后来医生来救我的时候 发现我很严重 他说你的全部血都坏掉了 但是我们不知道你是什么样的病 然后就开始查伍复照 他们在查伍复照的过程中 他说你是什么人 你怎么去那么多不靠谱的国家 就那么多对他们来说比较危险的国家 他们开始查这个 他说我们现在知道你是什么病了 我们可以救你 后来我在伦敦住了十几天的医院 然后回来了以后只剩下一把骨头 我说后来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回到大理 有点像一个养病 所以我一直说大理这个地方 或者说云南这个地方 有点像一个失败者的天堂 就是有某种挫败感 或者有某种不顺的时候 你回到那个地方 它好像有点给你一个另外的一个世界观 和另外的一个感受 然后我就是回到大理以后 我是那一天早上起来的时候 我又重新回到 我已经好几年没在大理很长的生活了 然后那次我早上起来 我起来吃一个早点 我起来吃早点的时候 我看到那条街上的早点 有豆浆油条米线 什么快尔斯 有咖啡 有披萨 有日本料理 就是什么都有 我说我可能在全世界找不到这样的一个地方 就是能够那么丰富 就是既是一个乡村 但是它又是一个世界一样的 这样的地方 就是冲着这个早点 我都要回到这个地方来 因为它虽然是一个不被束缚的世界观的一个地方 它虽然是个乡村 但是它有一个开放的这样的一个世界观 和有一个有意思的这样的东西 所以对我来说 我觉得这就是我要要的这种生活 我要要的这种地方 所以其实创作的所谓的想法 其实也是在吻合这样的东西 你刚刚在开始的时候说 你这一生的每个阶段都有一种压抑 你童年的时候也很压抑 对 童年我就是每天想出门 想离开昆明 因为对我来说 昆明从小 我一出生在昆明 从小就热爱艺术 一直喜欢画画 但是我找不到老师 在那样一个小的城市里面 就没有办法去找老师 当时又是文化大文明的 后期的时候 然后我们能够看到 凡是跟艺术有关的东西 都在书本上 一些被撕的破破拉拉的旧的画报 还有就是唯一的跟艺术有关的东西 就是一本叫浙江当时的工农兵画报 以前最早叫傅春江画报 然后这本画报 只能在我们 昆明是个很小的一个小城 这个城市很小 特别小的一个城市 只有五公里 就可以走穿的一个小城 跟这个城市有关的东西 只有几样东西 一个就是 城市中间有一个油店局 这个油店局在卖一本 湖春江画报 然后你买到这本画报 你就觉得跟这个世界有了一点联系 另外一个呢 就是这个城市最中心有一个毛主席像 有一个广场 中心有一个宣传牌 上面画的就是一定要解放台湾 然后城西边有一个农业学搭载的宣传栏 城东边有一个工业学搭载的宣传栏 全城的画的最好的画家 都站在那个宣传栏上面 画这几张大的宣传画 大家通过画这个画 能够拿一点颜色 能分享一点这些东西 我在中学的时候 我已经在第二排 这个城市的大师 这个画毛主席 画最大的公民的东西 然后我在中学的时候 我就已经可以在第二排画 稍微小一点的人 所以这个城市是那么的小 就是那么容易就是一路了然 所以每天都想 怎么能够离开这个城市 去别的地方 然后在昆明那种地方 它把滇池啊 一些内陆的湖都叫做海 因为它就是一个内陆的地方 如果你到水边上 看到任何一片水 都说这是海 但这些海是跟外面是不连接的 这个是当年的这种困惑 每一个阶段其实人是不一样的 我也没想到当时那么渴望 到外面去的时候 现在会回到家 能够那么安静的在那个地方生活 所以你将来你会大部分时间在云南吗 我就想如果是 我就想还是不同的时候是这样的 但是我是觉得 能够在云南多待一段时间是 我觉得是对我来说是最好的 就特别舒服 在创作上的状态也很好 还有就是我觉得 主要是它还能够让你始终保持一种感觉 但是在北京 我现在的一个状态 我就觉得我已经没有 没有就是2008年前的这样的东西 我记得我是在04年的时候 我当时也在昆明 那天我是跟谁在一块 好像是跟崔健 还是跟谁在一块 在昆明的时候 那天是中国申办奥运成功 然后满街都是庆祝的人 我就在那里想 我说我一定要去到北京 我就一定要站在那个看台 就北京就像一个舞台一样的 就是我到那个时候 我一定要会在北京看到 但是那个时候 根本没有想到有艺术的这样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膨胀和这样的一个很疯狂的 这样的一个时期 实际上我是差不多在2004年 又回到北京来讲 其实就是我发现 你在这个对地方的这种关系 比很多艺术家都要 好像有一种更强的反应 无论是你在云南或者在重庆 或者在北京 或者在国外 对 有的艺术家 这个环境对他没有那么重要 他就是 他做的东西 对事情比较有兴趣 那我是走到哪个地方 因为对我来说 我去到每一个城市 我觉得 首先还 以前当然都是去什么博物馆 什么这样的东西 但对我来说 其实我是因为有过一些在国外旅行的这样的经验 我是一个语言又很差的 你那时候怎么会想到这类型呢 就是有一些机会 有一些机会 一开始只是 90年代 对 90年代的时候 那个时候比较困难 也没有钱 语言也很困难 但是呢 就要想各种各样的省钱的办法 到不同的城市去 但是我去到每个城市 其实最感兴趣的 还是菜市场 我就觉得 到每个城市 如果我去了菜市场 我就觉得 就是 如果去那个菜市场 买了菜来做饭 以后 就有意思了 其实每个城市最有意思的 我觉得 首先对打动我们是味道 你知道你到德里去 你到不同地方 它的咖喱 它的什么 就是你到曼谷去 它的味道是 你在ケ尼亚 它是完全 就是最不一样的 就是菜市场的这样 感觉的东西 对 特别好 那你觉得最有意思的地方是什么 什么哪个国家 我原来还是最喜欢的地方 还是伦敦 迄今为止 我还是喜欢伦敦 因为伦敦也是我说的 它是一个 就是你都能够找得到 对 这样的地方 对 层次也多 对 层次 还有人群 社群 各种东西 还有包括那种时间性 在一个城市能体现到 时间上的变化 还有新和旧的词息 都很不一样 还有很多具体的朋友 有趣的人 也是这样的东西 而且城市就是 城市就是 或者说地方就是 无非就是给人两个东西 尤其是都市 两个东西 一个是繁荣 另外一个就是舒适度 但是不同的城市的舒适的方式不一样 或者舒服的方式不一样 繁荣也不一样 北京的繁荣就是跟权力有关 我说的权力不光是政治权力 也包括各种话语权 文化的权力 你要找到不同的 有意思的人群 你就这种舒适度也就在其中 上海又完全是另外一种 上海真的要有钱 然后重庆就是 重庆的这种繁荣和这些 一定跟身体好有关系 身体不好的人在重庆是很难受的 夏天很热 冬天很热 要爬坡要上 女孩很漂亮 都需要身体 但是在大理在云南 那个舒适的繁荣一定跟此案有关系 所以每个地方你能体验到的东西 特别不一样 也特别有意思 我最近这几个礼拜 从莫斯科到上海到台北 再到北京 跑了这一圈之后 觉得最休息 最能够觉得安心的是在台北 最没有压力 最不会担心 好像那种放松感觉 当然也有文化的关系 有文字 对 可是到了上海就是没有这种 对 这个就是我们 我前几天我还在写一个小短文 我就说慢也是一种能力 就是这种能力 现在老把快啊 强啊 这些东西当了能力 但是慢其实也是这种能力 但是这种能力很多地方没有 但是像乡村啊像台北这样的城市 它就是天生具有一种慢的能力 这个慢的能力跟环境和积累有关系 台北它好像到一定的时候 它就发展到一定的时候 它就停掉 它不会再往 停掉了以后 它到一定的时候 它自然有一种欣赏慢的这种能力 或者是享受慢的能力 这个是很不一样的 跟我跟那个加拿大的朋友 他们到了上海之后 到了上海才感觉到台北是那么小 是那么安静 对对对对 但是是那么舒服 而且它有那么多有意思的小空间 对对 这种小空间就是在中国 你看它因为没有这个私有化 它就全部都消失掉 一切你觉得稍微有一点好的东西 它过几天 对对对 像台北去那个温泉 对对 你觉得很舒服 对对对 到上海可能是很豪华的那种什么 搞那种对 对对 你看台北 而且最让你感动的东西就是 它好多东西它是 比如说做一个书店 你做了一个书店可以传给儿子 儿子或者女儿或者孙女 他现在在做书店 他卖的很可能那些书 或者是那个版画 都还是上一辈子的东西 但是它等于是它是一个能够流传的 这种东西 这种东西在大陆是没有的 所以大陆 他们前段时间讨论那个什么 一二代啊什么东西 我说这个没有 就是台湾有这样的东西 我说的这种一二代就是 比如说收藏家慢慢的到了 它有积累的这种东西 它就到这种东西 我说艺术家有什么一二代 艺术家一二代没有用 一二代就是说那个 因为你的孩子考不上学习 就把他考上 不是 艺术家 你齐白石的儿子也不顶用啊 皮卡索的儿子也不顶用 对艺术家来说 但是一个收藏家的第二代 或者一个艺术机构的第二代 他的资源 他的这些东西 他是能够流传下的 那还有点 中国现在的政治变化太大 对啊 你说为什么中国 以前也有很好的书店啊 但是到共产党一来 公司可以 主要是没有私人 对就把它关掉 全任私人化的东西 所以包括我说的乡村的改变 也是这个问题 所有的土地和所有的东西 都没有办法 所以这个东西是最大的问题 就是一切东西都不能流传 我对 我还在路上还在想 前几天我那个朋友 杨丽萍跳舞的那个 他们要去加拿大演出 他们有个大的团队 要去 他们好像是去蒙特利尔演出 他们这个是 他们今年做了一个叫孔雀的舞蹈 这个孔雀的舞蹈 因为杨丽萍他也是大理人 也在大理 然后他也在当地 然后呢我就穿着他 他今年他让我帮他画一个 画一个他们这个孔雀的剧的logo 然后以前他们那个演出都是 他是全部是乡村里的孩子 被他拿来培养了 那个 然后这个也是完全是靠票房 就是在中国可能没有一个演员可以像这样 就是一百多场演出 全部票都卖完掉 然后就他一个人能够养着这样的一个团队 然后自己创 每一次创造 以前就是创造那个叫 创作叫云南印象 都是一些原生态的这样的东西 能够到处演出 也一直能活到现在 不靠政府 不靠这些东西 然后今年他做的这个就是一个 他有点像一个告别演出 他或者是统领 演完这个可能也就准备就退到后线 这个算是他最后的一个演出 所以他是以眼孔雀成名的 这个也算是一个他的一个 在那个春节晚会上做的 对 春节晚会是他的一个小的片段 小小的一段 这个是一个很大的 有点像天鹅福一样的一个大的剧 他今年很成功 现在在每个地方在演出 但是今年演呢 他当时呢 因为是好朋友 他就给我提个要求 他就让我帮他 帮他这个过程 后来他就说 能不能帮他画一张作 叫孔雀 我画很多鸟 但是从来我的鸟都是那种 说不出名字来的 就是没名没份的 也跟鸟 其实没关系 这种画画跟这个 又不是写实的东西 但还真是就是 有名有姓的画一个鸟 就是孔雀 我就帮他画了一张孔雀 当他的这个剧的logo 然后呢 他也说他拿点钱来收藏 我说如果你要拿这个钱呢 我就收着 我就把这个钱呢 当第一笔我做的这个鸟鸟 来做事情 然后呢 另外呢 我就跟他提个要求 因为他在老百姓的这些心目中 还是一个很有名气的这样一个人 我说这样 我们俩一起来做个事情 我们把这张作品 又做成一个版画 做成一个有天命式的版画 然后我们一起签名呢 用这个事情呢 又再募点钱 再募点钱呢 因为我是看到这几年 全国各地到云南去画学生啊 也体验生活啊 这种艺术院教学生 三四千人在云南 但这些人呢 他们去到那儿呢 都被民宿消化掉 但是我是觉得 其实这个资源其实蛮好的 就是我就觉得 其实我可以去做一个乡村的一个项目 就做个基金 这个基金叫择列基金 就是你哪个村子最大家都不要的地方 或者是村民觉得也不好 什么都觉得不好的地方 你给我 我来跟你合作 我来找最好的设计师 最好的创意的这样的人 用这个想象力和创造力 和真正的技术 来帮你把这个地方做出来 然后让你觉得 这种看起来没有意思的地方 因为现在所有的人 开发商也好 政府也好 农民也好 新的移民也好 他们都在海边 就是那种湖边上 风景最漂亮的地方 大家去那种土地上争夺 抢那种东西 带来一系列的土地问题 污染问题 还有财富的暴涨 这样的东西 但是这些东西 其实都是跟想法有关系 但是如果我们能够找另外的一个想法 给人另外的一个感觉 我做不了什么东西 我就做一些小的点 这些点是一些 我就要择列的点 但是我择列有点不好听 我就要乡村艺术帮困基金 然后就是做一些这种小的基地 这种小基地做出来以后 然后等于是我 他就和我能够一起来找一点钱 然后把一些小地方做起来 其实做到一定的时候 还是有 它的核心和价值 还是跟看法有关系 因为好多东西 其实我觉得就有很多想法 在改变的 现在大家都觉得好的水边上有点地 对农民来说 以前根本就不是好的地方 是很差的地方 以前的农民都不住在水边上 以前的农民都要住在商务的街上 现在是因为新的这些 去过花里岛 去过什么的地方 他觉得水边漂亮 水边什么 所有的人都读过那种都市的白领 都读过孩子的诗 都知道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这就是想法 这是想法在或者是文化的起作用 是吧 就是这些东西 在台北看到一个特别的一个小区 这个到底跟你想法 它是一个过去非法的建筑的防护区 就是过去那些老的他们那个老兵啊 留下来 在那边 就是在一个山边上 修了一些那种非法的防护区一样 卷村 卷村那样 但是它不是正规的卷村 他是大概不愿意住在卷村 或者是人口多了 后来就自己在打了一些小房子 然后呢 这个被李登辉那个时候 被调查 这个市政府发现 非法的 要拆这个地方 结果 因为它那个地方 对于台北大 台湾大学 那个校舍比较近 被学生知道了 学生就来帮助抗争 好像觉得这个不应该拆 应该让保护这些人 让他们回 那么最后就有艺术家参与 参与了之后呢 就把这个地方就保留下来 保留下来 其实是一个很贫困的地区 风景也没有什么 可是后来 艺术家就像你这样 帮助在那边给他改建 那么还有一些老人 还愿意住在那 就住在那 所以他的东西就像榜样 对 有的人不愿意住的 就把房子让出来 那么政府在拿钱给他改造 就变成一些小画廊啊 小的艺术工作室啊 那么现在有十几个艺术群体 在那边搞活动 然后就有一些国外的艺术家 闻风而来 就是变成一个国际的艺术活动中心 所以我们到了台北 那加拿大车点 就说我们去看这个地方 你看看到也蛮有意思 像小山村一样的 台阶走走走 这边有一个小的 它因地制 小的房间 你走进去看 然后一个意大利的艺术家在里面 这样啊 然后走到这个地方有些地方 对 展示 它本来也是 因为像大理它是一个最早的移民 就是那种外来的这种背包客 开始发现 就是中国其实 所有的这些今天看起来的理由 其实当年都是外国人 去背包客区 但是这几年旅游的这种 涨 涨起来啊 这些当年的这些背包客呢 都被 都他付不起这些钱 都被离开这些地方 但是这些人其实是最有意思的 因为他们是一些发现主 但是这些人呢 他因为这种 经济的上涨 他肯定就离开 离开了以后呢 这些人现在是全部 就是有点像西皮啊 像这一类的这种人群 现在全部都集中在老窝 在老窝的一个叫万人的地方 因为那个地方还是仍然比较便宜 然后也是一个混搭的地方 相反像原来最早的大理啊 丽江啊 包括那个桂林啊 包括九寨沟啊 这样的地方 他发展起来以后 就把这些人给排挤 排挤出去 他们也回不来 但是他们还有这种情绪 但是这些东西一离开以后 那种社区的风情就改变了 他就变成现在那种 非常恶俗的这样的一个东西 他确实是没办法的